風聲大 雨點小 漁船靠岸綁井 正是三日上午的高雄永安漁港 陸地上的停車格 停的不是車 而是船 上回颱風來 漁船雖然有綁好 但還是被撞壞 損失慘重 這次漁會用吊車 索性把船吊上岸 要將颱風可能造成的災損降到最低 農漁業看天吃飯 雲林的農民也剉了一旦 玉米被吹得歪歪 上午颱風還沒登陸 風勢就已逐漸增強 山頭的颱風 人味道 生鮮道 威力可見 不一般 風就是很大 然後就是貓貓雨 中秋節前後是大蒜播種期 前幾週的大雨 蒜頭田受災嚴重 農民擔心颱風雨再來 適逢大潮 蒜頭泡湯 心血漿付諸流水 今天是農曆的初一 那如果像我們氣象局所報的話 大雨如果整個下來 然後又適逢漲潮 那這樣雨水勢必會排不出去 會像九月底的時候一樣 就是那個蒜頭會泡在水裡 這樣泡在水裡 然後隔天水退了 或是沒退的時候整個會爛掉 現在農民會擔憂的就是 現在要再翻 翻耕也不是 不翻耕也不是 然後所以農民現在都很擔憂 雲林大蒜種植面積超過五千公頃 產量佔全國九成以上 極端氣候下似乎就因為大雨受災一百公頃 其實蒜頭你種植下去 你還是要淹水 但是你不能一直泡在水 很多農作物都是一樣 包含現在要即將要採收的白蘿蔔也是 在九月底的時候 那個大雨驟降的時候 也是導致很多菜頭都泡在田裡 很多農作物都是有這種情形 所以你看農民都是看天吃飯 他希望下雨又不希望下得太大 農業部統計7月凱米颱風 造成的農業產物及民間設施 估計損失36億301萬元 其中以台南 雲林 嘉義 屏東 高雄最嚴重 除了農漁業 每當有達放假等級的颱風報道 都會衝擊各行各業 台灣一年的GPP大概是23兆台幣 如果你換算成365天的話 每一天大概是600億台幣左右 當然颱風價也並不是大家都不上班 還是比如說像軍警 銷人員 他們非常的辛苦 還有一些行業他們在颱風天 他們其實未必會停工 比如說我們新竹科學園區的半導體廠商 鋼鐵廠 石化廠 他們的機器是不會停的 所以他們一定會有排輪值的同仁 颱風天對於台灣可能影響最大的 未必是製造業而是服務業 比如說你今天沒有到美容院去洗頭 明天就算美容院開了 你不會去洗兩次 服務的東西時間過了 它就不會再彌補了 所以我們把600億大概除以一半 也就是說大概有一半會受到影響的話 大概是300億的新台幣 所以一次颱風來 其實對台灣的影響 我想最主要是在服務業的部分影響最大 山頭的颱風持續影響台灣 經濟損失有待估計 能做的就是充足準備將災害降到最低 TVBS新聞陳旭宜王浩宇台北采訪報導 我們在發生時尼王浩宇台北采訪 亦罷了 為了 即時尚 飛天 我們在你 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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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